大家好 这两天呀 河南的大水啊牵动着我们的心啊 今天7月23号啊 前两天7月21号前天 北京和河北 721大暴雨死了上百人啊 那么 今天7月23号 又是一个什么纪念日呢 723永温县 永温县动车追尾 事故10周年啊 就是所谓的温州动车 追尾事故10周年 2011年的7月23号 2011年的7月23号 20点30分05秒 永温县永应该是宁波啊 永温县 浙江省 温州市境内 由北京南站 北京南站就是原来叫永定门火车站 很巧永定门火车站还曾经是我的客户 有一千多个人 他们发邮啊 找过我 是一个办公室主任 是个大个啊 一个中年人啊 由北京南站 开往福建福州站的第301次列车 与杭州站 与杭州站 开往福州南站的第3115次列车 发生动车组追尾 列车追尾事故 造成40人死亡 172人受伤 中断行车 32小时 35分 直接经济损失 1亿9371万6500元 1亿9000多啊 呃 然后有的人还听说是啊 还没死就埋了啊 现场有个警察不错 他进去之后又把一个小女孩给救出来了 如果他不救出来那小女孩可能也被埋了啊 就那个警察后来听说呃在江苏吧某一个地方一个甘肃的小伙子 他是半黑社会是那种放高利贷的就是那种反杀事件 大家知道吗 他喝了酒了他车上带着刀 然后他开着一辆越野吧 他开到了这个人行横道上 不是人行横道 自行车道上 然后呢他还让人家在自行车道上的人给人让让人家让路 然后让人让路呢还骂人家下车还打人家 还掏出刀拿刀背啊 刀背不是拿刀刃拍那人 反正打的那人身上有血印 那个人急了 结果把他杀了 为什么杀他呢 因为他看那人反抗了之后 他仗着酒劲他也是吓唬人 他说我车上还有枪 我拿枪给你崩了给你毙了 那个人不知道真假呀 那是个老实人 那是个过日子的老实巴交的小老百姓 那不知道真假 那换了我 我也不知道真假 那怎么办呢 那就直接拿刀把他砍死了 砍死之后 结果就把人家那个人老实巴交那人抓了 啊 后来说是公安局内部有人放出来现场的监控录像 说那个有良心的警察就是这个温州动车救人的警察 当然我们不清楚 是吧 那是江苏的事 那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事 难道是把他调过去当年 在这个救援现场吗 我们不知道啊 现在我们简单的看看这个温州动车事件啊 这也是十年前的事了啊 温州动车出来了 2011年 永台温列车铁路列车追尾事故 永宁波台是台州 台州啊 不是念台 温温州啊 铁道部最初称作杭申县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 后官方统一称作723永温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大家发现了没有 每一次有这种事故都是官方掩盖啊 就那个铁道部发言人叫王永平吧 他就说了一句名言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是吧 他们家就是丰台新村啊 那有一个铁道部的一个工厂就是那的 他们家他父母也是老铁路的人 听说啊 有人说他这个性取向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我这么一说 大家就明白了啊 听说啊 我只是听说啊 这个 当时啊 在这个永温县浙江省啊 有人说叫浙江省啊 浙江省温州市欧江特大桥上 欧江也是温州的母亲河 温州人说的话就叫欧方年啊 有北京南战 这个不用再说了 发生追尾事故 后车第301次的四节车厢坠桥 据官方说 死了40个人 伤了172人 中断行车32小时 15分 35分 报告认为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总工程师张曙光负主要责任 并建议处分铁道部 还有通信信号集团 哎 说到这通信信号集团啊 这叫什么呀 叫通号总公司 哎 对了 也是我的客户 我给他记一下啊 我这1300多个客户 有的我都忘了 这叫中国啊 就是铁道部的 叫通号总公司 通信信号总公司 在哪啊 在丰台 那有他们公司一个大厦 大概就在丰台路口 很多年前是我的客户啊 这个 通信信号集团在内的54个相关官员啊 要处分了铁道部54个人 该事故是中国铁路一次重大伤亡事故 也是全球动车列车 即1998年6月3日 爱雪德列车出轨事故 爱雪德好像是德国 我现在看一眼啊 是不是德国 哎 是德国 我这记性还行 98年6月3号 啊 这跟64要沾边了 98年6月3号 德国下萨克森州 策勒县爱雪德镇 严重铁路事故 造成101人死亡 好吧 我们还回到主题啊 还有05年4月25号 GR GR是日本吧 这是Japanese relation 日本铁路 日铁 福知山县出轨事故之后 那个好像冲到一个房子里去了 因为日本 他那个比较密集嘛 人口 我看一眼 他死多少人 是发生在日本兵库县尼奇市 一列火车 你看 撞击路旁的公寓大楼 我说的没错吧 哎 我记性还行啊 就是撞到房子里去了 死了107人 500多人受伤 那这个事故也非常严重啊 有时间在聊这个事故 那么 是全球第三大重大的伤亡事故啊 是这种动车的 那么 这次事故的遇难者赔偿标准为 每个人91万5千 含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及精神抚慰费 和一次性救助金盘 赔偿 反正每一次中国发生重大灾害 这个民间和官方都是对立的 是吧 前两天 我们都忘了吧 甘肃白银的景泰县的那个马拉松比赛 没人提了吧 是吧 当然更没人提了前几年的天津的危险品仓库的大爆炸 是吧 湖北死守的长江游轮的翻覆事件啊 永远就没人提 是吧 你更别说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 是吧 512汶川大地震 北京的721大暴雨 没人提 是吧 很多死难者 就连个数字都不算 真的就为我们这民族感觉到太悲哀了 温州这地方我都去过啊 过去很落后的一个地方啊 很穷 这个出租车是那个126P就两开门的啊 你要坐到后排 先得把那个副驾驶的副座那个座椅给放平 然后你迈过去坐一下 特别小 那小车 然后过欧江有轮渡 然后那人拉着你拽着你 上我的船上我的船 啊 那样拉客 事故发生前 中国经历了六次铁路大提速 当然了 这个刘志军他们也捞了好多钱啊 后来一个叫盛光祖的 接任了这个铁道部部长 把他那个免了 最后给抓了 盛光祖原来是海关系统的 好像是海关总署的署长啊 海关系统我也比较熟啊 那个北京海关什么的 原来都是我的客户啊 原来在建国门内 后来搬到了光华路 我原来就是报官员啊 1988年我就报官员 后来铁道部也给降了 变成中国铁路总公司了 啊 问题很多 那个捞了好多钱 他们刘志军他们 张曙光 还有那个山西的女商人 丁舒苗啊 然后他们那个 一个高铁上的动车上面 一个烟灰缸 好像报价就2000 成本连50块都没有 在中间捞多少钱 刘志军的垮台 我听说是有 比如说常委啊 甚至比常委官还大的啊 一把手二把手 一把二把 老大老二的家族 也想捞点 他们不买账 不买账还不弄死你吗 就这么回事 是吧 刘志军的弟弟 是湖北汉口车站的车站站长 听说手里都有人命 也贪污腐败的一塌糊涂 好吧 就聊到这儿吧 要具体聊这个 整个的这个这个 事故的来龙去脉 又得聊个半小时的聊不完啊 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朋友们 谢谢了